一张也只有顶尖的亚马逊女战士 才能够在这个低压低温的环境生存 但是就算如此啊 他们每一个人都穿了独立的上股开甲 飞到足够的高空后 五艘飞行船 就是飞飞飞飞飞飞停 开始南下 当然了 这个高度依旧是属于对流层 但是如果天气不好的话 就已经完全在云层中穿梭了 这固然有利于隐藏 但是也很难观察到海上的目标啊 飞行距离一千里左右 没有发现浮屠山和银广联合舰队 飞行距离两千里左右 没有发现浮屠山和银广联合舰队 这五艘飞停在上万米的高空中 监视着海面上的一切 幸好是海面舰队 而不是地面舰队 否则这个高度什么都看不到 而且大海一望无际 没有任何遮挡 天气晴朗的话 完全可以发现海面上的舰队 飞行距离三千里 没有发现敌人舰队 警报 警报 发现敌人空中巡逻骑士 发现敌人空中巡逻骑士 在我们下方五千米左右 这个眼里也是真是惊人了呀 哪怕这雪雕在几千米的距离 也仅仅只是一个黑点了 陛下旨意 不要和敌人空中力量进行任何交战 后方飞艇保持对敌人空中力量的监视 我们继续南下 寻找敌人舰队 又过了几个时辰 其中一个飞艇上的亚马逊女战士高呼 发现敌人主力舰队 发现敌人舰队 发现敌人大规模空中军团 记录 浮屠山和银广联合舰队距离怒潮城 大约三千七百里 发送起雨 命令二号飞艇返航 汇报沈浪陛下 我们继续监视敌人主力舰队 是 二号飞艇在高空转弯 然后返航怒潮城 尽管沈浪知道啊 浮屠山和银广的联合舰队 已经杀过来了 但是至少还有几千里的距离 他先去观察了毁灭日计划的团队 又去观察了一下女娲计划团队 中途甚至去了一次天堂庄园 宁燕公主已经生了 一个多月前就生了 非常可惜啊 沈浪没能陪在他身边分娩 但是这次宝宝是足月的 而且非常健康 按照沈浪的约定 这个宝宝应该姓宁 但是最终宁远线将他取名为沈墨 就是墨氏的墨 为何取出这么一个名字啊 因为他太能闹腾了 和沈丽截然相反 沈丽生下来的时候体弱 非常安静 非常乖 几乎都不哭的 他说这个宝宝生下来的时候啊 手无足蹈 哇哇大哭 那别提都有力了 一生下来就足足八斤啊 所以小名叫沈八斤 寻常宝宝前一个月内 几乎都是呼呼大睡 他说这个宝宝精力旺盛的不得了啊 这是超级闹人的 幸好这个宝宝是生给宁远线和便飞玩的 他们一点都不嫌闹腾 这个年纪的人最怕的就是冷清 大部分时间都是便飞和苏飞照顾这个宝宝 否则宁远公主大概会炸 这一个多月内啊 除了喂养之外 这个宝宝几乎所有时间都是便飞在带 甚至睡觉都在宁远线和便飞的房间之内 此时 沈墨宝宝正被抱在沈浪怀里 呼呼大睡呀 不过他就算睡觉的时候 也没有一刻安宁 要么踢脚 要么是挥舞胳膊 这孩子未来肯定是粗之大业之人啊 就像宁燕一样 因为沈浪此时和宁燕在说话 他也睡得香甜 依旧没有受到打扰 换成沈丽小时候早就醒了 沈浪也明白宁远线依旧让第二个孩子姓沈 而不姓宁 是因为他性格太闹了 万一未来要继承越国江山的话是不合适的 而沈丽则非常合适 虽然不是决定聪明 但是非常安静 而且拥有坚韧的意志 一丝不苟的性格 宁正重新的坐上王位 已经差不多一年时间了 但是啊 依旧没有迎娶任何废子的意思 依旧只有卓氏一个妻子 而卓氏依旧不会生育 所以未来沈丽有很大概率 会改姓宁 跟着母亲的姓氏 继承越国江山 因为照顾沈墨宝宝 宁燕先和便飞的作戏也被打乱了 不过他们精神依旧很好 比起半年前还精神年轻了一些 山顶的亭子内 此时便飞正在轻轻地摇着摇篮 一个多月的沈墨小宝宝正躺在摇篮里睡觉 这个宝宝很坏的 白天的时候一定要听到人说话的声音才能睡觉 太安静的话 他是不睡的 而且一定要人时时刻刻都摇着摇篮 只要一停 他保证立刻醒来哇哇大哭 宁燕县正在指导着几个小家伙写字读书 你要是忙的话 就回怒朝城吧 听说盈广和福都山联合舰队打回来了 嗯 此时距离我们怒朝城 大概只有两千五百里了 会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怒朝城无战事 所有的战斗会在距离怒朝城还有五百里的距离 彻底结束 那下一场战斗呢 下一场怒朝城一九五战事 新前王国的子民对你情绪非常复杂 或许他们并不是很欢迎你的 我知道啊 所以新前王国大概需要另外一种征服方式 用军队攻打新前王国毫无意义 想要夺回新前王国 只需要灭掉盈广父子便可 下一场大战最难的一点在于灭掉浮屠山 嗯 岳父言之有理 神浪返回了怒朝城 从天上的情报不断地传了过来 浮屠山和银广联合舰队大概十万人左右 总共有五百艘舰船 但是很大比例是上古战舰 战斗力超过天涯海格毁灭舰队三四倍以上 不仅如此 敌人这次还出动了超过三百名空军 全部都是穿着上古铠甲的特种武士 幸好神浪回来了 也幸好有两只龙之毁 否则这一战就危险了 浮屠山比之前预料中强大的太多了 虽然对方只有十万人 但是拥有着毁灭性力量 能够轻而易举地将怒朝城毁灭十遍以上 当然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神浪才会冒险去偷龙之毁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敌人主力舰队距离怒朝城 两千里 一千七百里 一千五百里 弟弟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龙之力发射装置 放在上古战舰上 然后南下和敌人主力舰队决战 这样机动性更强 也更加灵活主动 可以自主选择发射龙之毁的地点 这是一个好想法 但是小心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我们需要龙之毁和龙之力 都在怒朝城中 保持绝对的威慑力 我们只有两只龙之毁 所以只能发射一只 那够吗 够了 那太够了 这一次我一定给福都山和英广 上演一场惊天好戏 此时他们还以为 我依旧在金刚风上过一季之内呢 我这一只龙之毁 一定要带来最大的战果 几个时辰后 天上再一次传来汇报 陛下 银广和福屠山主力舰队 距离怒朝城还有一千里 神浪不由得兴奋了起来 今天大戏要开场了 前越国尚书台宰相 太子太傅所玄 此时依旧在忙碌公路 公路像话吗 忙碌公务 此老资格比祝宏主还要老 十几年前呢 就已经致死回家荣养了 当然了 这只是一种体面的话 而不体面的说法就是 他输给了祝宏主 不得不退位 所以某种程度上 祝宏主是他一生的敌人 如今他八十几岁的高龄 他仿佛完全焕发了 事业的第二春一般 每天早上不到五点钟 就起床办公 一直到深夜十点左右才休息 仅仅他一个人 就撑起了大秦王朝内政的半壁江山 而且基本上啊 他全家人都来了 五个大雷子 那是二十三个孙子 其中一半都在越国做官 另外一半在怒朝城做官 来了 这位老宰相还是有一点遗憾的 因为沈浪这位陛下永远不上朝 甚至他都不把自己当成大秦地主 这一点简直太遗憾了 否则怒朝城虽然小 但却是整个东方世界等级最高的朝堂了 几乎和大延帝国平级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也就是说 他索玄终于战胜了祝宏主 对方最高成就冲击量子 是成为玉国内阁首相 而他索玄 可是大前王朝上述台宰相 整整高了一级 以祝宏主的身份 去了越国 最高也就是一部尚书到头了 当然了 更加可惜的是 沈浪这个大前帝国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尚书台和书院 两位太子殿下 何事如此分心呢 你们要知道 这可是相当于帝国上书台 你们这一笔一画呀 都可能关系到 吴 楚越三国的新军整编吧 此时何等重要啊 竟然容得下你们分心 吴国太子 楚国太子 依旧在怒朝城 如果硬要给两个人一个身份的话 那就是大前帝国的上书台的秘书师 辅助索玄等人 处理内政 而现在大前王朝的一件大事 确实是帮助 吴楚越三国训练新军 这支军队的数量啊 暂时定为二十万 其中楚国十万 越国六万 吴国四万 这支新军就非常彻底了 有炮兵 骑兵 而且啊 装卫的全部是怒朝城研制的 只可弹不强 所向 对不起 楚越太子说 虽然大战在即 营管和福珠山的联军 就在一千多里之外 我等都是习武之辈 应该处于战场的最前沿 抵御敌人 两位太子殿下 有这个心思很好 但是陛下说过了 怒朝城无战事 他惊口欲言 说无战事 那就无战事 所以你们就好好地待在这里 处理政务 冲世子 你说是吗 冲瑶冲恶 依旧在越国朝堂里 但是他们的儿子 却送来了怒朝城 成为了大前王朝的臣子 算是在书命院学习 但是现在大前王朝 书命院都没有建立 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建立的 所以书命院和尚书台 就混在一起办公 而这位冲世子的任务 也非常的繁重 他要辅佐兰锋将军 完成二十万新军的整编 和翻号工作 甚至还要去考察新军的助手之地 这需要他不断地往返 吴楚越三国进行实地考察 称 冲世子目光望向了两国太子 然后说 所向 其实呢 我也想去前线观战 我觉得两位殿下感受一下 那种辉煌的气氛 对未来他们治理王国 有很大的用途 索玄皱眉 而此时金卓走了进来 两位殿下 冲世子 你们或许 想来感受一下林战的气氛 我替你们向所向请假拜日 原文在索玄心目中 金卓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但是他是大前地主的岳父啊 应该是被册封共爵的 地位尊贵无比 所以他挥了挥手 罢了罢了 既然两位殿下心不在焉 而金卓共爵求情 那就都去吧 对时 楚国太子 吴国太子冲氏飞子 没这话 是冲氏子 飞快地冲了出去 尽管沈浪口口声声说 怒朝城无战事 但是整个怒朝城 还是笼罩在凝重的气氛之中 在很长的时间内 怒朝城都是一座 没有城墙的城市 现在已经有了 而是新式城墙 钢筋混凝土城墙 周长超过了60里 高度超过了19米 厚度超过10米 整整都用了11万人 用了将近一年时间 才修剪完成 这10万人 大部分都是越国提供的 那围了这么长的城墙 实际上城内的人口并没有多少 没有超过15万 而且有一半都是军队 剩下的都是相关研究人员 工匠家属成员 这道城墙之内拥有超过13万个堡垒 6个射击孔 装备了几百门火炮 上百具上骨枪弩 上骨战弩 而且给每一个巨型炮台 都修建了专门的堡垒 可以这么说 如果攻打的不是超脱势力的秘密军团 这座城市已经称得上是固若金汤了 可惜啊 在超脱势力特种军团面前 这种固若金汤的防御 几乎毫无意义 甚至也挡不住福都山的地域军团 此时怒朝城的军队总数依旧只有七万人左右 包括了近二百名特种武士 近万名装备了血魂军铠甲的超级军团 而且宗师级强者也超过了三十五万人 此时五万大军已经全部登上了怒朝城的大城墙 时刻准备迎接着辉弘大战 总共九个上古能量核心 直接启动了三个 两位太子来到了城墙之上之后 眺望着海面 此时骷髅党武士已经登上了那艘上古战舰 超过了一百艘战舰 已经完全的集结完毕 随时准备启航 这一百艘战舰中有一半都已经包裹了铁甲 其中三艘是刚刚下水的战列舰 排水量超过了四千吨 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些战舰大部分都已经装备了新式的榴弹炮 殿王陛下 陆朝城会成为战场吗 我们有机会开战吗 吴国太子兴奋地问 枪国本来不在东方王朝的序列之内 而且阿鲁纳纳已经失去了枪国 如今枪国已经成为了新前王国的附属国了 但是在大前王朝的版图中 不但包括了枪国 而且还包括了大南国 尽管没有明确的旨意 但是怒朝城中 所有人都称阿鲁纳纳为千国女王 帝位和豫王 楚王 奴王并列 阿鲁纳纳说 我们的那位陛下说 怒朝城无战事 尽管我心存疑惑 但是你们也知道 他说过的话很少落空 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觉得我们怒朝城已经足够大了 可以迎接一切来犯的敌人 准备战斗终究是没错的 准备战斗 旁边忽然响起了一个儿童的声音 乌俄太子一个 因为这个人浑身都传着铠甲 已经一米七高了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大人 阿鲁壮太子 那个武士摘些面罩 露出了一张和身高完全不匹配的智能面孔 他就是大傻的儿子阿鲁壮 仅仅八岁就跟着母亲上战场 更可怕的是 他的武力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将领 怒朝新军 每步前进 随着一声令下 一支军队迈着整齐的步伐 沿着通道登上了城墙 这支怒朝城新军 就是未来吴楚越三国新军的雏形 完全是实验型军队 他们没有装美刀剑 只有步枪和刺刀 他们每一天都在训练射击 这个弓箭则完全不碰了 如今这支新军 仅仅只有一万人 各位各位 进入战斗岗位 随着一声令下 那一万怒朝新军进入了各自的位置 防守一段超过五千米的城墙 吴国太子低声地说 兄长 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真的做好准备了 如果真的如同陛下所说 怒朝城吴战士 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楚国太子说 想要打仗 机会多的是 等到二十万新军列城 陛下就要北伐了 北伐 真是希望那一天赶快到来 就使我们大前王朝一统天下 怒朝城大城堡 超过三十名宗师 全部穿上上股开甲 共围在沈浪身边 而沈浪难得地穿上了全身的开甲 连面孔都被遮住了 单纯外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他 陛下 前方飞艇发来信号 敌人主力大军 距离怒朝城 八百里 沈浪点了点头 嗯 装备一号尾龙之毁 随着沈浪一声令下 十几名武士 抬过来一只假龙之毁 放在了龙之力发射装置上 说是假的 但是外形和镇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陛下 如果敌人舰队一旦分散了 那对我们龙之毁的集中毁灭非常不利 确实如此 一只龙之毁绝对杀伤半径 大概超过三千米左右 这已经是非常可怕的了 也就是三十平方公里内的军队 都可能遭到致命的打击 银广和浮屠山舰队总共十万人 五百艘舰船 如果全部集结在一起的话 面积是不会超过三十平方公里的 可是一旦他们散开的话 那一只龙之毁就很难彻底消灭他们了 但是有一点啊 浮屠山和银广的联合舰队中 相当部分都是上股战舰 十万打军中大部分都有上股装备 所以绝对需要上股能量控制中心 而每一个上股能量控制中心的辐射半径 是有限的 好朋友们 四十三张 我们的噩梦石磁爆弹进展大吗 沈浪问 非常大 但是不是能够瘫痪对方的能量控制中心 我们没有把握 这些假的龙之毁里面装的其实就是超级大量级的 噩梦石磁爆弹 放在之前是不可能舍得动用这么多资源制造这玩意儿的 但是彗星大装机之后 带来了天文数字的噩梦石晶石 嗯 而且都是级别非常高的晶石 依旧是毁灭日计划团队 他们在龙之毁的研究上毫无寸进 但是在龙之力发射装置上有了进展 而在噩梦石磁爆弹上进展很大 不过这磁爆弹的原理啊 依旧是沈浪之前的 只不过威力增大了百倍左右 而浮屠山的能量控制中心 肯定都加了好几层防护罩 而且他们的备用能量核心肯定也非常多 所以能不能见效那真的不一定 准备 一刻钟后发射第一枚假龙之毁 距离怒潮城八百里的地方 银广和浮屠山的联合舰队 依旧以每小时35公里的速度快速航行 朝着怒潮城扑了过来 殿下 我们已经发现了怒潮城一种特殊的热气球 他们不再是随风逐流 而是能够控制飞行 而且在万米高空 超过了我们雪雕飞行高度的极限 那是否想办法攻击 影巫缺说 总共几艘啊 目前发现的仅仅只有六艘 他们可有任何进攻我们的意图 没有 而且反复他们也缺乏进攻武器 只是在监视我们 那就随他们去 怒潮城舰队可有出动啊 根据我们空中的赤猴汇报 怒潮城的几万大军已经全部就位 而且先进战舰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开战 包括那艘俘虏天涯海阁的上古战舰 但是依旧停留在港口中 没有强 哼 可怜呢 他们是想表达抵抗的勇气 但是又不敢离开 怒潮城龟壳中 希望这巨大火炮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尽管怒潮城看似固若金汤的防御 在我们面前毫无意义 忽然 大炎帝国敏俊王说 二王子啊 我听闻怒潮城有龙之毁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的舰队是不是有必要分散 万一怒潮城舍来龙之毁 我们不会全军覆灭 尹无缺说 首先 这完全是谣言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怒潮城有龙之毁 其次 我们的舰队是依靠上古 噩梦时动力推动的 一旦舰队散开 航行的速度会大大减慢 因为我们舰船将互相离开对方的能量核心的辐射半径 与此同时 我们的上古强弩 上古战弩的威力 也会有一定的血减 当然了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依旧会分散舰队 一旦靠近怒潮城700里 我们立刻会分散成为三支舰队 尹雾却觉得这完全是多此一举 因为沈浪还在金刚锋上古一级之内呢 怒潮城就算有龙之毁 也无法发射的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有必要分开 君王稍安勿躁 我们距离怒潮城 仅仅不到八百里了 很快就可以将他们斩尽杀绝 将整个怒潮城 从这个世界上毁掉了 而就在此时啊 天上的三支雪雕骑士忽然猛地加速 朝着舰队上空飞来 当当当当当当当 砰砰砰砰砰 这些雪雕武士纷纷在空中 发出了黑火药信号弹 龙之毁来西 龙之毁来西 其中一个雪雕骑士俯冲而下 直接降落在那荧无缺的旗舰上 大声地高呼 武长老 二弟下 怒潮城龙之毁来西 顿时全传所有人震惊啊 包括吴长老和英无缺 还有那帝国的敏郡王 真的有龙之毁吗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神浪不是在怒潮城吗 英无缺先是毛骨悚然 但是他很快就记起了那天晚上那一幕 怒潮城发射来了一只假龙之毁 结果被骗走了一只真的龙之毁 少安无造 少安无造 怒潮城不可能发射龙之毁 所以这绝对是一只假的龙之毁 英无缺大声呼喊 他的飞行速度如何呀 那个雪雕骑士说 很快 很快 有多快 有真的龙之毁那么快吗 那个雪雕骑士一饿呀 因为他没有见过真正龙之毁飞行的样子 不需要问他了 因为英无缺已经看到了 北边的天际 仿佛飞来了一只流星 拖着绿色的尾烟 没错 看上去就是龙之毁的样子 用望远镜看 他也依旧是龙之毁的样子 但是速度非常慢 只有正常龙之毁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是假的龙之毁 假的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所有人做好准备 一旦他降落的时候 就跳入海水之中 所有人穿上铠甲 带好一切呼吸装备 随着英无缺的命令 所有骑手挥舞着其余 几十名雪雕骑士飞到了每一艘舰船的上空 穿搭了英无缺的命令 其实啊 十万人早已经演练了很多遍了 所以不需要控制舰船的人 全部来到甲板上 穿好了一切装备 紧紧地盯着天空 只要那只龙之毁飞到上空 开始降落 那他们立刻跳海 潜入海底 躲避龙之毁的大屠杀 这只龙之毁飞行速度还真是慢呢 每秒甚至不超过二百米 当船上人肉眼发现他的时候 那是在那三万米外 整整要飞行三分钟左右 终于他飞到了舰队的上空 猛地从天而降 跳 营广和福东山联合舰队近十万人 猛地跳入海水之内 潜入深海之内 几十秒后 这只假的龙之毁砸入了海面 轰轰轰轰轰 发出了一阵猛烈的爆炸 但不是蘑菇云啊 也不是比太阳还要惊人的光芒 仅仅只是一道蓝光而已 有无缺冲出海面 果然如他所料 这只龙之毁是假的 几分钟后 所有人全部回到舰船之上 陛下 怒绕中发射的假神龙之毁 引爆了噩梦石磁爆弹 能量等级非常非常高 那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呀 我们的能量控制核心 有基层防护罩 所以没有台湾 但是却受到了影响 工作效率有了一定的衰减 什么叫工作效率有衰减呢 也就是说 我们舰队的航行速度会减慢 我们的上古战弩 上古强弩威力会受到一定影响 当然了 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总共九个能量核心 还有七个备用的能量核心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的舰队一旦分散 那战斗力是不是会减弱 是的 帝下 因为能量核心 能够互相笼罩 互相符合 增强战斗的环境 大炎帝国敏郡王说 我们这一支舰队 哪怕分散了 也依旧可以轻而易举地灭掉怒潮城 会是吗 舰队准备分散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天上的雪雕骑士再次发来了警告 龙之毁来袭 龙之毁来袭 又过了好一会儿 所有人抬头 又看到了北边天空飞来了一支龙之毁 速度依旧慢吞吞的 每秒速度那不超过三百米 盈无缺冷笑 有意思吗 但是他不得不再一次发出命令 所有人准备再一次跳海 潜入海底躲避龙之毁大爆炸 又整整几分钟之后 第二支龙之毁再次从天而降 砰 这第二支假龙之毁再次猛地爆开 只不过这一次爆的 依旧是噩梦时磁爆弹 几分钟之后 盈无缺等人 又落塘机一般的返回到了甲板上 殿下 这次怒潮城发射的 依旧是磁爆弹 对我们的能量核心效率 再一次进行攻击 再一次出现了损耗 盈无缺下令 舰队正式分散 你们计算好 按照这样下去 我们舰队分散到这个地步 战斗力会受到巨大影响 殿下 这取决于怒潮城会发射几次刺爆弹 舰队先分散为两支 从东西方向夹击怒潮城 古老 您看 可以 顿时 福都山和营广的联合舰队 正式分兵为两支 两支舰队距离逐渐拉大 超过了万米 两万米吧 远远超过了龙之毁的杀伤半径 有人会问啊 为何之前敌人还没有分散的时候不发射龙之毁呀 首先呢 最重要的原因 真正的龙之毁太重了 所以发射距离最远很难超过五百里 而假的龙之毁很轻 所以发射距离可以大大提高 其次呢 一开始发射了真的龙之毁呢 那敌人十万五十就会跳下大海 潜入海底躲避龙之毁大爆炸 那样会有很多人幸存下来 炸毁的只是舰船而已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第244章 又过了一个时辰 天上的雪雕骑士再一次发出了警报 龙之毁来袭 龙之毁来袭 但是已经没有人在意了 这就如同狼来了的故事一样 第一次喊狼来了 村民们冲出来 结果咋没来 第二次喊狼来了 村民们依旧冲出来打狼 结果狼还是没有来 而第三次再喊狼来了 就不再有人相信了 果然片刻之后 营乌区在北边天际再次发现了一只龙之毁飞来 速度依旧很慢 又是一只假的龙之毁 我靠来浪的一定能弄朝成 你这样玩有意思吗 等我的舰队杀到 一定要将你斩尽杀绝 其实浮屠山和营广都有假龙之毁 而且他们有好几只龙之力发射装置 但是这样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了 因为浮屠山的假龙之毁里面 可是装着蛊虫武器的呀 为了确保足够的杀伤力 营乌区会在距离六百里左右的距离进行发射 怒朝成射来的第三只假龙之毁 飞到营乌区分舰队的上空 然后从天而降 跳 随着一声令下 这支舰队上的所有武士 再一次跳下大海 潜入海水之中 十几秒后 碰 怒朝成第三只假的龙之毁爆炸 又是噩梦时刺爆弹 果然还是假的 几分钟后 几万人再次落汤机一样的回到甲板上 一名浮屠山大学士 来到营乌区的面前 殿下 有一件事情向您汇报 怒朝成发射的噩梦时刺爆弹 磁爆弹威力非常大 而且我们的舰队分为两只 所以承受的磁爆力伤还越强 所以我们的舰队速度会进一步减慢 而且各种上空武器也会衰减 关键是我们的龙之力发射装置 原本能够发射蛊虫飞弹超过600里 但是现在看来 只能发射500里左右了 营乌区点了点头 500里就500里了 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现在完全能够确定 怒朝成发射的都是假的龙之灰 目标就是想要瘫痪他的舰队和上古武器装备 不可能有真的龙之灰射来 又过了半个小时 浮屠山空中的雪雕武士再次警告 嘿嘿龙之灰来袭 龙之灰来袭 我靠了个弟弟 这次不仅仅是营乌区在骂呀 而是整支分舰队 那都在骂呀 怒朝成 你就完没完了 你一直发射假龙之灰 你有意思吗 所有人不由地忘下了 营乌区和吴长老 两位统帅 我们还跳海吗 明明知道这是假龙之灰 那跳海躲避根本没有意义呀 跳 营乌区大吼 然后超过五万人再次跳海 潜入海底躲避龙之灰 哪怕明明知道天上飞来的这只 肯定是假的龙之灰 几分钟后 阿砰 怒朝成射来了第四只假龙之灰 再一次爆炸 依旧是噩梦时刺爆弹 而此时啊 营乌区这支分舰队距离怒朝成 近近有五百三十里了 殿下 因为我们跳了四次海 潜入海底深处 所以我们 我们中大部分人的空气储备 都已经用完了 这由上古铠甲 才能提供很多数量的空气 什么意思 接下来 我们要减少跳海的时间 事实上 我们没有必要跳海 没有必要潜入海底的 对吗 营乌区点头 明知道沈浪还在金刚风上古一季内 明知道怒朝成不可能发射龙之灰 却还要跳海逃避 这实在是太蠢了 舰队又航行了半个小时 殿下 我们距离怒朝成 还有五百里 五百里 这是一个关键性距离 我们的龙之灵 可以发射蛊虫弹了吗 大学士说 为了保险起见 最好四百九十里后再发射 因为我们的能量核心 受到了巨大的损耗 怒朝成大城堡呢 沈浪松了一口气 真是不容易啊 接连发射了四只龙之灰了 那现在终于可以玩真的了 一号龙之灰 九位 沈浪一声令下 十几名武士用尽九牛二虎之力 将重量惊人的真的龙之灰 放在了发射装置上 而这一次 沈浪已经不需要混合血液了 直接用手指轻轻划过龙之灰三个字 直接就激活了 因为他在手中有上骨王剑 激活之后 龙之灰三个字猛地亮起 整个怒朝成大城堡都笼罩在了可怕的毁灭气息之中 仿佛巨龙的低语 真正的龙之灰就是不一样啊 激活瞬间那种震慑力 简直是让人毛骨悚然 神浪设定发射目标 发射距离 然后猛地扭动 噩梦式开关 一声龙吟嘶吼 真正的龙之灰猛地发射了出去 猛地飞出了几百米之后 龙之灰喷射出来的等离子尾燕 但是没有音爆 没有三倍音速 因为沈浪设定了发射速度 二百九十米每秒 和假的龙之灰差不多 葡萄山的雪雕武士啊 再次从北边天空发现了流行一般的飞行轨迹 那速度依旧很慢 又是假的龙之灰 但是他不得不发出警报 龙之灰来袭 龙之灰来袭 银屋简直要炸了 有完没完了 有完没完了 他此时也在操作着龙之灰的发射装置 要朝着怒潮城发射鼓虫飞弹呢 而且这个操作过程对于他来说 是比较繁复的 就是复杂 要在龙之灰设定发射目标 发射距离等等 殿下 已经越来越近了 旁边的大学士说 银屋却抬头望着天边 那只龙之灰果然越来越近了 而且速度还是那么慢 但是现在他真的一点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了 任谁呢 经历四次假龙之灰的袭击 都不会紧张的 殿下 要不要再一次跳海 大学士问 吴长老 要不要跳海 敏巨猫 已经没有人回答了 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跳 那因为很明显 又是一只假的龙之灰 神浪根本不在怒潮城 根本不可能有真的龙之灰射来 但是万一是真的呢 不急 银屋却不断地设定龙之力的发射装置 一切设定完毕 已经瞄准了怒潮城方向 接下来啊 你就感受一下浮屠山的愤怒吧 源源不断地鼓虫飞弹 我能够将你们斩戒杀绝 你们面临的将是地狱一般的死亡 这些鼓虫 会将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彻底吞噬 变成烂泥 而此时 怒潮城射来的那只龙之灰 已经从天而降了 殿下 如果要跳海的话 就赶紧呢 杨屋却猛地扭动恶魔石开关 顿时 浮屠山鼓虫猛地弹射了出去 而天上那只龙之灰呀 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所有人心中不屑 就是假的龙之灰 怒潮城真是潜驴技穷了 可笑 鹦屋却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到一阵阵心悸 然后 他猛地直接跳入海水中 然后高呼 跳跳跳跳 其他几万人不由得微微一个 然后也跟着跳下甲板 但是 已经来不及了 这只龙之灰距离海面 还有几十米的时候 猛地爆炸 惊天动地的爆炸呀 毁天灭地 甚至亮起了无数被于太阳的光芒 惊天的绿色火焰魔鬼云 城之分舰队 无数的浮屠山和银广的武士 瞬间 灰飞烟灭 地狱之花再一次绽放 中心上一摄氏度的高温 瞬间把附近所有的一切 全部弃滑 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再一次出现了 爆炸中心的所有战戒 哪怕是上古战戒 瞬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中间的无数海水 甚至越过了沸腾和生化的过程 直接消失了 以至于大海中间 仿佛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一般 而这个时候 浮屠山和银广的联军武士 纷纷往海上跳 真是非常诡异 而又惊艳的一幕 就仿佛照相一般 地球上很多人喜欢抓牌瞬间 要么跳起来 要么跳下去 总之就是人腾飞在空中 而这几万人 就猛地跳下大海的瞬间 就直接消失了 惊人的火球之后 依旧是地狱风暴席卷 惊人的温度 惊人的能量 真正的死亡飓风一般的 朝着那周围扩散瓜具 一艘又一艘的战舰 直接被吹翻了起来 然后在空中瞬间 被烧成了焦炭 被加热成铁水 再被可怕的反冲击波撕碎 彻底粉身碎骨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45章 几乎所有人都来不及 跳入海底 包括鹦鹉鹊 它的反应几乎是最快的 但是刚刚跳入海水 龙之灰就已经爆炸了 它亲眼见到这一幕 然后尽管它立刻闭上眼睛 而且跳入海水之中 但是还是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势力 沈浪你这个贱人 你肯定已经回怒朝城了 你肯定已经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会怒朝城的 怎么可能 难道你会飞呀 距离一万多里 短短十几天是禁不到 你难道会飞呀 永无缺内心疯狂地怒吼着 那这一切多像是审浪卑剑 而有狠毒的手笔呀 它知道龙之灰爆发威力 虽然无比巨大 但是只要潜入海底 还是能够躲过的 所以它就一遍又一遍地 射假的龙之灰 让营乌区所有人坚信 怒朝城无法发射真的龙之灰 一次又一次地跳海 最终不跳了 然后真正的龙之灰射来 而且还是用最慢的速度 看上去和假的龙之灰是一模一样 这下好了 整支分舰队都在龙之灰的爆炸半径之内 几乎全军覆灭呀 神浪 你好毒 你好毒 毒 打烟了 营乌区的心理活动 只维持了很短的射击 然后龙之灰的爆炸风暴 瞬间就席卷而来 它的运气不错呀 距离龙之灰爆炸中心 差不多有1500米左右 轰轰轰轰 可怕的冲击波席卷而来的时候 营乌区清晰地看到 它的旗舰瞬间就被烧红了 变成了铁水 它拼命地下潜 往下潜 但是还是太晚了 当龙之灰的地狱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 表层的海水瞬间就被沸腾了 变成了水蒸气 原本还在海水中的营乌区 直接暴露在空气中 它的上骨铠甲非常非常的牛 但是也扛不住这惊人的温度 直接就被烧得通红了 并且开始牛区融化 啊 营乌区发出了一阵阵凄厉的惨叫 然后下一秒钟 砰的一声炸响 它的上骨开甲内的噩梦是装着直接炸了 来人了 它在最后关头朝着怒潮城发射了一只蛊虫飞弹 一旦能够击中怒潮城关键核心 一定能够带来惊人的杀伤力 不过它也想多了 这只蛊虫飞弹发射得太晚了 刚刚飞出不到一千五百米 龙之毁就已经爆炸了 这只蛊虫飞弹直接在空中粉碎 里面所有的蛊虫瞬间灰飞烟灭 浮屠山县堂的吴长老整个人都在站立 甚至完全无法呼吸 它原本也在营乌区的旗舰上 帝国敏俊王也在上面 但是不知道为何 吴长老总是莫名其妙的不安 却又完全说不出理由 难道是担心另外一支分舰队吗 应该不是 另外一支分舰队的首领 是他的儿子吴绝 按理说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儿子和沈浪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 狡诈至极 吴长老也是故意让他独挡一面 当他看到了沈浪射来一只又一只的假龙之毁 他内心莫名其妙的不安越来越严重 但是他最清楚审了应该在金刚风上古一计 就算他逃出来了 也不可能这么快的速度就返回怒潮城 实在找不到不安的理由 吴长老骑上了血雕飞上天空 朝着另外一支分舰队飞去了 他觉得那可能是自己不安的原因 自己的儿子虽然很厉害 但是毕竟只有39岁嘛 还需要让他去主持局面 所以当沈浪射完第四只假龙之毁之后不久 吴长老就骑着血雕离开了 他在空中看到了第五只龙之毁射来 他当时并没有太过于在意 因为觉得这也是假的 然后这只龙之毁爆了 亮起了地狱之花 而当时他骑着一只雪雕 距离爆炸地点大概一万五千米左右 飞行高度在四千米 哪怕距离这么远呢 那爆炸可怕的亮光也完全无法指使 强烈的刺激使得他不得不闭上眼睛 做做好一会儿后他才睁开双眼 那个时候 区域大的火球正在升腾到千米高空 然后他亲眼看到几十个雪雕武士在空中一声惨叫 直接化作了火炬坠落 他亲眼看到那强大的上古舰队 如同玩具一般 一搜一搜地被撕扯碎裂 神了 又是神了 他回来了 他回到怒潮城了 接下来不久呢 龙之毁爆炸的地狱风暴席卷而来 哪怕他距离了这么远 他也感受到了强大的灼热感 而他骑成的雪雕感受到了危险 拼命地往东边飞行 拼命地躲避龙之毁的冲击力 瞬间他身上的羽毛不断卷起 顿时发出一阵阵惨叫 但是他非常了不起了 强忍着痛苦 立直飞翔 飞到另外一支舰队的上空 然后开始下降 距离海面还有几百米的时候 他终于承受不住了 直接坠落 吴长老如同指鸢一般 轻轻地跳跃下来 落在了浮屠山分舰队的甲板上 儿子乌绝 还有几名地狱军团的将领 都飞快地冲了上来 两支舰队间隔三万米 这个距离能够感受到一阵可怕的风暴 还有清晰的灼热感 但是已经受不到什么伤害了 不过他们还是看得清清楚楚 从西边海面上抱起了惊人的火球 尽管看不到另一支舰队毁灭的画面 但是他们已经猜到了结果了 父亲 另外一支分舰队 完了 吴绝颤抖 吴长老点了点头 微微颤抖 啊 神浪回来了 尽管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来的 但是他已经回到怒朝城了 说来呢 吴绝和沈浪真的是相识好几年了 曾经还假仁假义地携败兄弟 当然了 吴绝清楚地知道 自己虽然未必在沈浪的仇人名单之上 但是绝对在敌人的名单上 那些年他和沈浪作对多少次 陷害了沈浪多少次 沈浪还有一支龙之灰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吴绝问 吴绝老眉头皱起 甚至呼吸都有些不太顺畅 是啊 沈浪当时偷走了两支龙之灰 发射了一支 还剩下一支呢 沈浪一定不想发射掉他 因为他想留着最后一支龙之灰 作为战略威慑 但是 如果我们分剑队继续朝着怒朝城冲杀而去 让他感受到了致命危险 他依旧会发射这支龙之灰 我们剩下的这支分剑队 还能否灭掉怒朝城啊 可以 绰绰有余 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承受龙尸鬼的打击的风险 吴长老陷入两难 前进不行 后退也不中 而就在此时啊 空中又忽然传来刺耳的警报声 龙之灰来袭 然后 正值分剑队所有的钟声全部敲响了 而且也不需要命令 几万五十全部跳入海中 哪怕北边飞来的那支龙之灰还很远 这支龙之灰是假的 吴长老点了点头 他也判断是假的 但是谁敢去赌外衣的可能性啊 于是乎 距离还有几千米啊 吴长老和吴爵直接跳入海中 潜入海底 整整一分钟后 砰的一下 那支假龙之灰终于爆炸了 依旧是噩梦时刺爆弹 所有人再一次爬上了剑船的甲板上 父亲 这样下去不行 我有一个想法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是 你还是说吧 我们总共三百名空中骑士 当然了 现在可能剩下一半了 剩下一半 就算是特种武士没事 但是那些骑程的雪雕也坠落了 就算一百五十名空中特种武士也足够了 我们可以对怒潮城发动空袭 虽然不能发射龙之灰 但是我们有蛊虫弹 完全可以对怒潮城进行毁灭性打击 甚至可以斩尽杀绝 无掌老沉默 而我们的舰队则完全需要撤离 立刻撤离 最好远离神浪甲龙之灰的发射范围 它的磁爆弹威力很大 会不断地损耗我们舰队的能量核心的攻略 无掌老心中早就已经有决定了 它只是在权衡各种可能性 神浪有一种会飞的热气球 但是速度缓慢 非常的不灵便 虽然能够飞得很高 但是对我们雪雕的歧视 根本造不成任何威胁 而且数量非常稀少 只能作为战场的观察之用 另外怒潮城虽然有不少的巨型战弩 巨型强弩 但是我们的雪雕可以飞到5000米高空 已经全部脱离了任何防空武器的杀伤范围 150名雪雕武士 携带着上千枚的蛊虫弹 应该足够杀掉怒潮城几万 甚至几十万人 任何铠甲都抵挡不了蛊虫 哪怕求妖儿也必死无疑 而且最妙的一点是审浪防御一切蛊虫 他不会死 将怒潮城所有人用蛊虫杀绝之后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再一次俘虏审浪 吴长老依旧沉默不语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246章 吴长老依旧沉默不语 父亲 您难道不同意 负责有更好的办法吗 不 你这个办法很好 而且是唯一的法子 我是在想 我是否亲自去完成这个任务 您当然不必亲自去了 但是换其他人的话 就算把怒潮城人杀光了 能否成功俯和沉浪呢 此人之奸诈狡猾 狠毒卑鄙 完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你觉得其他人在新术上 是他的对手吗 吴绝摇了摇头 只有真正和沉浪交过手的人 才知道他的变态 这个曾经被扶屠山俘虏了 但是硬生生逃脱了 他明明手无腹肌之力 不但轻而易举地逃脱 而且还偷走了两只龙之毁 那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害其他人去俘虏沉浪 去杀绝怒潮城 那真的不放心 我亲自去 吴长老咬牙切齿 另外一支分剑队几乎全军覆灭 营兀区可能已经死了 帝国敏郡王也可能死了 那我们父子却还活着 如果不将怒潮城杀绝 如果不俘虏沈浪 我们交不了差的 我立刻率领分剑队撤离三百里 并且派出一支小剑队 去西边搜救幸存者 一刻钟后 吴长老对空中特中武士进行了集结 总共一百八十九名 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一些 三百名雪雕骑士 被龙之毁炸死的仅仅只有几十人而已 但是还有几十人失去了雪雕坐骑 我不给你三十九名雪雕武士 剩下一百五十名 我带你们去怒潮城 这三十九名雪雕武士 你完全可以用来监控这片区域 保证舰队的安全 我要去执行其他任务 明白 吴长老大侯 所有雪雕骑士 骨虫弹带好了吗 全部携带完毕 之前说是一千枚 但是最终却带了一千五百枚骨虫弹 那几乎是倾其所有了 每一枚骨虫弹里面超过了几十亿骨虫 加起来简直是天文数字 总用几万亿骨虫来屠杀怒潮城 真正的天文数字 当然了 几万亿这个数量听起来确实非常恐怖 但是也就相当于一百名成年男子一年的量而已 当然了 骨虫和那玩意稍稍有点不一样 它像是一种浮游 但是这一千五百枚骨虫弹一旦爆开的话 足够笼罩整个奴朝城 进行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而且这一千五百枚骨虫弹里面 超过上百种各式各样的骨虫 当然 骨虫弹在任何时候 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 所以 在投授之前一定要彻底的封存好 不能有一点点的泄露 这几百名特种武士也差不多是福都山的顶尖高手了 但是毕竟福都山有超过几千名特种武士 想要完全免疫所有骨虫是不可能的 你们一定要切记 飞到怒朝城上空后 每一个人负责一片区域 然后将骨虫弹投掷下去 一旦投掷完毕后 要立刻离开 不能有任何停留 否则会有反噬的风险 当然了 这些骨虫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 一旦从营养业里脱离之后 最多不会超过一克钟 就会全部死绝 失去杀伤力 所以投掷完毕半个小时后 我们再尝试登陆怒朝城 俘虏审浪 听明白没有 你们要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使命 这是整个东方世界第一次大规模的空袭 也是我们福都山第一次动用这么大规模的骨虫武器 进行灭绝性打击 务必要一次成功 将怒朝城所有人杀得干干净净 为刚才龙之毁爆炸的死难者报仇 杀绝怒朝城 杀绝怒朝城 把一阵阵愤怒高呼中 一只又一只的雪雕展翅高飞 冲天而起 在空中排列成为了整齐的战斗阵型 现堂之主 福都山长老亲自带队吗 出发 随着吴长老一声令下 一百五十名雪雕武士携带着一千五百枚可怕的骨虫 朝着那怒朝城上空飞去 真是要命了呀 这一幕竟然有些熟悉 刚才龙之毁的爆炸有点像是偷袭珍珠港 而现在福都山吴长老率领一百五十名雪雕武士 飞去怒朝城空袭 又有些像是美军的报复对东京进行大轰炸 这个世界还真是有意思啊 沈浪无时无刻不想上演一次大空袭 为此他几年前又造出了热气球 最近甚至造出了飞艇 但是第一次大规模空袭竟然是有敌人完成的 五千米的高空 吴长老带着一千五百名雪雕骑士 在空中飞翔 真的如同战斗机阵型一般 当然了 雪雕的速度远远比不上超声波飞行兽的 每小时航行不会超过二百公里 但是就算如此 也已经非常快了 仅仅一小时后 那就已经快要飞到怒朝城上空 距离已经不足一百里了 今天的天气非常晴朗 吴长老已经看到怒朝城的全貌了 并且看到海面上的怒朝城舰队 真是日新月异啊 沈浪归来近几一年半左右 这座怒朝城竟然已经如同虎巨龙盘一般 矗立在雷州群岛上 尤其是巨大的城墙 如同巨兽一般 攻卫着整个怒朝城 而且怒朝城几万大军都在城墙之上 太完美了 简直是最佳的屠杀场所 这一路飞来 吴长老已经发现了四艘怒朝城的飞艇 但是他们完全不具备任何攻击性 而且移动速度非常迟缓 显然对雪雕骑士造不成任何威胁 至少怒朝城上空完全是属于浮屠山的 属于雪雕武士的 吴长老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大屠杀很快就要开始了 沈浪 很快你就要感受到浮屠山的愤怒了 看着几万人 十几万人惨死在你面前 而无能为力 肯定无比痛苦吧 你沈浪用黑死灭绝弹 灭绝了几个城市 虽然非常可怕 在这却无人看见 速度缓慢 今日最多一刻中 就能将你怒朝城十几万人 屠杀得干干净净 这一幕肯定是前所未有的经验 残忍 真害 加速加速加速 将怒朝城斩尽杀绝 随着吴长老一声令下 150名雪雕骑士疯狂的加速 形成一个绝对整齐的阵型 如同一只利剑 朝着怒朝城上空扑去 大屠杀 那斩尽杀绝 怒朝城大城堡 沈浪用高倍数的望远镜 望向天空 那今天天气真好 所以他很早就发现了 浮屠杀的空军来袭 这一幕太惊艳了 真是太大的场面了 150名空中敌军 虽然谈不上遮天蔽日 但也是延绵世纪里 哪怕在地球电影中一次性出动 150架战斗机的场景 那也是不多的 神浪甚至感觉到了县杀了 浮屠杀拥有这么强大规模的空军 当然了 大燕帝国拥有更多 唉 浮屠杀会对我们进行空袭 你觉得他们会用什么武器呢 这是海拉问的 肯定是古虫武器啊 对怒潮城进行灭绝型大屠杀 如果他们得逞的话 保证在一刻钟内 屠杀我们几十十几万人 面对浮屠杀的恐惧 神浪打算用笼子里发射装置 甚至用掉一颗能量核心 也在所不惜 不过就算那样 也会有漏网之余 因为这些雪雕飞行速度也很快啊 一旦发现有能量核心射上天空 他们会飞快地避开 远离爆炸半径的 不过现在有大超 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大超 你的表演时刻来了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嘎的一声欢呼啊 一只近三十米长的超级巨兽 猛地飞上天空 如同一架大型的战斗机一般 朝着天空飞了过来 然后 他直接飞到神浪面前 穿上上古铠甲的球127 在超声波飞行巨兽的背上 沈浪挠着大超的下巴 记住两点啊 第一点 一定要在顺风的时候发动攻击 第二点 距离敌人一定要超过三百米 这些日子 大超一直都在巨大的池塘里面 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他 他顿时完全都被震惊到了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 精彩 继续 47张 竟然还有这么大的飞行巨兽 而且他的形态实在是太完美了 绝对的流线型啊 就如同战斗机一样 当然了 他们不知道战斗机 所以 有强大的战斗机 一定很漂亮 一定符合流线美学 大超得意非凡 他最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了 去吧 大超又一声鸣叫 然后 他快速的升空 整个身体几乎是垂直的 如果换成沈浪 那早都掉下去了 就算有上古王界的保护 他也没有足够的力气抱住大超的脖子 而求妖尔就毫无问题了 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贴在大超的背上 升空升空再升空 大超直接飞出了上万米的高空 然后 朝着福都山的150名雪雕骑士冲去 速度达到了惊人的600公里每小时 简直是惊悚啊 求妖尔心中无比畅快 这种感觉太爽了 仅次于和沈浪苟且 这种自由自在 在天空上翱翔的感觉 仿佛整个身心都融入了天空 拥有千所未有的视野 千所未有的速度去观察这个世界 仅仅几分钟后 大超就飞到敌人的空军面前 然后 他再一次开始了他最最得意 最最刺激的表演 急速俯冲 速度再一次提升 这一瞬间因为自由落体啊 再加上他的加速 那直接突破音速了 短短几秒钟 大超就俯冲五千米 直接出现在了浮屠山空军的面前 他一只挡在了一百五十只雪雕面前 浮屠山的吴长老 还有其他雪雕骑士完全惊呆了 甚至露出了无比激度的光芒 现在他终于知道 那沈浪为何这么快的时间 能回到怒潮城了 那原来真是飞回来的 凭什么呀 他凭什么能够驯服这样的飞行兽啊 这只飞行兽 简直比雪雕强大太多啊 完美太多了 不过 你是不是太嚣张了 你仅仅只有一只啊 却要拦着我们一百五十只雪雕 还有一百五十名特种武士 你这是在找死吗 单纯从画面上 大超确实像是在找死 他就算再强 一只也挡不住一百多只 浮屠山吴长老下令 减缩 减缩 顿时 一百五十名雪雕武士 减慢速度 并且在空中再一次集结城镇 缓缓地靠近超声波飞行兽 大超依旧漂浮在空中 一动不动 这架势实在是太能装了 太威猛了 也值 拦截一百五十只 预备 浮屠山吴长老大吼 这时一百五十名特种武士举起上古战弩 不过上古战弩 噩梦时战刀 那是不需要能量控制核心的吗 啊 为何他们不需要啊 哎呀 之前不是说过了吗 有独立的上古装备 带着需要品杰非常高的噩梦时晶体 比如阿道夫那一套上古装备 就不需要能量控制中心 这种独立的上古装备 哪怕在浮屠山 也是非常珍贵的 古长老 那目光再一次地朝着怒朝城方向望去 距离已经不足七十里了 沈拉 你竟然想要凭借一只飞行巨兽来阻挡我们 简直是痴人说梦 不过他真的是有些舍不得 竟然这只飞行巨兽太珍贵了 能够俘虏它那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灭绝怒朝城是最关键的 俘虏沈浪也是最关键的 先杀了这只飞行兽 然后再灭怒朝城 而此时飞行兽大超也在酝酿 酝酿它的超声波攻击 酝酿酿酿酿酿到了极致 吴长老猛着大吼 发射 惊艳的一幕出现了 一百五十名特种武士的上古战弩 疯狂的发射 无数的上古之箭 如同暴雨一般 朝着大超射了过去 船航距离仅仅只有五百米而已 这个距离上古战弩 可以轻而易举的射穿任何生物 而此时的大超也酝酿完毕了 猛的一阵咆哮 超大声波的攻击猛的击射而出 砰砰砰砰 这超声波攻击其实是无声无息的 但是这一幕确实像是三国群鹰传里面的武将大杀技 这超声波攻击就仿佛一团无形的光影一般 瞬间切开了空气 它所过之处 一切上古之箭全部被吹散了 纷纷坠落 但是远远不止如此 超声波攻击猛地射入其中一名福都山雪雕武士身上 瞬间被这雪雕直接粉身碎骨 而他背上的雪雕武士直接飞了出去 他的铠甲没事 但是里面的人直接碎裂了 依旧是远远不止如此啊 还有更加完美的呀 这只雪雕武士携带的几十枚古虫弹 全部封存在坚固的瓷器的器皿里面 而瓷器瓶能够抵挡住大超的超声波吗 完全不可能呢 碰碰碰碰 十只古虫弹猛地炸开 超过几百亿的古虫 如同可怕的死亡风暴一般 在空中猛地散开 瞬间笼罩了几千平方米的上空 紧接着 第二名雪雕武士的蛊虫弹也爆开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随着无数蛊虫的蔓延 一只又一只雪雕化为浓水 化为了火焰 一只又一只雪雕骑士发出凄厉的惨嚎 活生生被蛊虫吞噬而死 惨绝人寰呢 接下来 完全是大超的疯狂表演 它表现出了疯狂的激动性 简直就是三百六十度的喷吸 一阵阵可怕的超声波 攻击喷射而出 一旦被它喷中 福都山的特种武士或许还不死 但是它们的做起雪雕 必死无疑 瞬间在空中解体 而它们携带的古虫弹 一定会炸开 这简直是可怕的死亡展览 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完全无法预料 福都山竟然有这么多的古虫 而且威力强大到这么恐怖的级别 短短几分钟内 一百五十名雪雕骑士就损失了大半 福都山武长老拼命地高呼 散开散开 其实不需要他命令了 这些古虫弹爆开的时候 这些雪雕武士就已经四下逃窜了 绝对是大难临头 各自飞 阵型一下子就散乱了 所以大超开始各个击破 这对于敌人来说更加是一场悲剧 因为大超的机动性 飞行的速度都远远超过了雪雕 而且远程攻击也远远超过 用一个非常著名的名词 那就是代差 所以这一场空中格斗变得绝对不公平起来 这已经不仅仅是第四代对战 二代机了 这简直就是歼20在追杀二战时期的螺旋桨战机 大超开始惊艳地显摆 疯狂地加速 俯冲 眼镜蛇动作 那简直玩得是不亦乐乎 因为他速度太快了 所以轻而易举地追上了任何一个目标 而且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任何敌人的追杀 复屠山雪雕的武士上古剑弩 时时刻刻都在疯狂爆射 而且这些弩箭的速度非常快 每秒超过了300米 800米左右的距离 仅仅不到三秒钟就可以射到 但是非常悲剧的是 大超的极致飞行时候 时速超过600公里 每秒100多米 所以哪怕他30米长的身躯 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躲过任何弩箭 但是就算他躲不过也不要紧 他背上旗子的是Q12 武功逆天的Q12可以击飞任何弩箭 怒潮城上空的人 如果有望远镜的话 那就有眼福了 只见那复屠山的雪雕武士 一直一直地在空中粉身碎骨 紧接着在空中爆出一团诡异的烟雾 这些都是无数蛊虫 砰 一个雪雕武士浑身熊熊燃烧 从空中坠落下来 这是被特殊蛊虫吞噬了 类似于地狱火虫 沈浪看着敌人一个接着一个的从空中坠落 而且还时不时的爆出火光 真的有一种错觉 这是处于现代地球的空战 天上的战斗机在格斗交战 碰碰碰 大超的超声波不断喷射 而每一次一定要击落一个敌人空军 真是华丽刺激 真的如同敌人的战斗机 一架接着一架坠落 短短十几分钟后 浮屠山一百五十名雪雕武士 近乎全军覆灭 而那个浮屠山的吴长老呢 哎 当雪雕武士坠落大半的时候啊 他就觉得大事不妙 他准备逃之夭夭了 等到大超将一百五十名浮屠山 雪雕武士全部杀光的时候 他已经飞出几十里之外了 飞飞飞 那吴长老知道 只要飞到舰队上空就安全了 因为舰队上的超级巨型战弩 拥有惊人的防空能力 射击的速度 最快能够超过每秒四五百米 神浪这只惊人的飞行巨兽 是躲不过的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来四十八张 大超杀光了其他雪雕武士之后 就疯狂地追击 再次上演了急速 绝对地冲刺 竟然高达了惊人的七百公里每小时 仅仅三分钟 浮屠山长老的雪雕就被追上了 这种感觉真是绝望啊 他的雪雕就算拼命地飞行 速度也仅仅只有大超的三分之一 他拼命地操控这只雪雕 想要用机动性摆脱大超的追击 但是这完全是自取其辱 大超的机动性比飞行速度更惊人 碰 大超酝酿完毕之后 猛地喷射出超声波攻击 五长老很敏锐啊 就算没有回头 也感觉到了危险气息啊 操控着雪雕要躲避 他根本就不能躲避掉 但是超声波也是声波呀 每秒钟的速度达到了三百四十米每秒 五百米的距离内 仅仅一秒多时间而已 嘎了一下呀 这只雪雕拼命地下坠 这是最快的躲避方法 但是大超太狡猾了 他喷射超声波的时候 竟然还懂得提前亮 五长老这只雪雕下坠的时候啊 正好被这超声波击中了 砰 瞬间 这只巨大的雪雕 在空中猛地粉身碎骨 而与此同时 五长老猛地从空中跃起 躲过了大超的超声波攻击 然后他猛地下坠 朝着海面坠落 大超俯冲而下 继续朝着五长老喷射超声波 砰砰砰砰 但是全部都失败了 因为五长老的武功太高了 而且拥有不亚于阿道夫的上古装备 可以瞬间移动十几米 直接躲过超声波 他的身体下坠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砰了一下 最后猛地跳入了海水池中 交给我 球一二拍了拍大超的肩膀 然后猛地从空中就跳了下来 猛地钻入了海中 于是 大超就在海面上盘旋 搜索目标 球一二跳入了海中之后 便开始搜寻五长老的位置 很快 他就找到了 此时五长老静静地坐在海底 目光望着球一二 反复在挑衅 你敢过来吗 球一二也潜入海底 缓缓地朝着五长老走了过去 对方依旧一动不动 球一二缓缓地拔出剑 继续走去 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近 五十米 三十米 二十米 忽然 五长老露出了一阵凝笑 大吼了一声 哼 死吧 北无数蛊虫 吞食而死吧 紧接着下一秒钟 他带着十个蛊虫弹 猛地在海底抱开 这是惊艳的一幕啊 不计其数的蛊虫瞬间蔓延在海水中 将这几百米内的海水都彻底笼罩了 绽放出了五颜六色 与此同时 这片海域脑内的所有生物 全部死得干干净净 而球一二也直接消失了 因为他这片区域内啊 除了五长老之外 是唯一的人类 大部分蛊虫都疯狂地朝他身体扑去 砰砰砰砰 这无数的蛊虫互相作用 发出了一阵阵爆裂的声响 而且还冒出了火光 当然了 蛊虫在海水内生存的时间很短 不会超过几分钟 但是吞噬球一二已经绰绰有余了 作为浮屠山长老 五长老肯定能够免疫绝大部分蛊虫的 这白米海域之内 彻底变成了死亡禁区 无数蛊虫疯狂地屠杀着一切 哪怕是珊瑚 哪怕是最小的浮游生物 五长老最后狂笑 嘿嘿嘿嘿 求妖啊 你果然如同想象中的那么耿直 宁直不屈 哪怕知道我这里有阴谋 也依旧朝着冲过来 起码有一百种蛊虫正在吞噬你 你不是海盗出生吗 这片海洋成为你的目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接下来啊 他并不着急地离开 因为整个怒朝城真正让人恐惧的高手只有一个 求妖二 他不但是顶尖的舞蹈高手 还是顶尖的战场高手 大傻也很可怕呀 但是他到现在为止 还只是变态的战场杀气 个人舞蹈造诣并不是绝顶的 至于其他李千秋学尹等人 吴长老就毫不所惧了 虽然都是宗师 但是宗师和宗师也是有天壤之别的 足足等了好久 整个海底所有蛊虫全部死了 沉没到海底 海水又恢复了清澈 吴长老开启上古铠甲上的发光装置 照射这片海域 想要寻找秋月的踪迹 但是毫无所获 它消失了 海水中只飘散着几缕布片 这是秋月不扇上的 啊 这是连铠甲都不见了 因为很多蛊虫能够吞噬尽数 吴长老再一次搜索了整个海域 依旧毫无发现 秋月想必是死了 这个女人非常耿直的 她不是神浪 不会用诡计 吴长老悄悄地就浮到了海面 但是又完全地没有露出水面 因为她要捕猎大钞 这只飞行巨数太惊艳了 而且现在失去了主人 要将它抓不住 那损失150只雪雕都是值得的 此时大钞依旧在海面上盘旋 仿佛在寻找仇人 不过盘旋飞行的速度非常缓慢 吴长老无声无息地在海中游动 悄悄地逼近了大钞的下方 此时她就如同一只水中的巨鳄一般 正在捕食空中的猎物 她不断地接近大钞 三百米 两百米 五十米 三十米 十米 然后她控制着身上的上骨铠甲 将它能量酝酿到了极致 这个上骨铠甲能够猛地弹飞上空 直接超过了五十米 而且速度非常快 趁着大钞不备一定能够将它一举抓获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吴长老还准备好了上骨的手弩 一旦捕猎失败 那直接发射弩箭 砰了一下 仿佛一枚炮弹一般 吴长老猛地从海面上冲了出来 朝着空中的大钞击射而去 砰 但是紧接着又一声巨响 另外一枚人形炮弹猛地击射而来 秋一二在他身后几十米处猛地出现 手中的噩梦石上骨战刀猛的是斩杀而去 吴长老彻底惊骇了 他再也顾不得捕捉大钞了 控制上骨铠甲疯狂地闪现 躲避秋一二的致命一击 这个老贼非常狡猾呀 秋一二如此致命一击都被他躲过了 然后两个穿着上骨铠甲的顶级强者 在海面上疯狂地开战 这就是典型的神仙打架了 两个人完全化作了鬼影一般 在海面上 在海水中疯狂地穿梭 祝鸿雪不是秋一二的对手 那宁涵比秋一二稍强一点 而吴长老和秋一二几乎不相上下 而且两个人的上骨装备也不相上下 所以这真正是齐逢对手 凤狂大战了三百回合 但是秋一二还有一个战友啊 大钞啊 他巨大的身躯 无比灵活地在空中飞翔 朝着吴长老凤狂地 射着那个超声波 砰砰砰 当然了 吴长老每一次都能轻而易举地 躲开大钞的超声波 但是毕竟以第二 完全被分心了 而且他很难理解 为何秋一二能够免疫这些骨虫的伤害啊 当然是最直接的原因了 在秋一二出战之前 沈浪把他身体输血了 整整五十毫升 不过非常惋惜 沈浪血液带来的骨虫免疫不是永久的 最多不会超过三天 这种效果就会消退 当然了 不会彻底消退 秋一二依旧能够免疫部分骨虫 但是对一些顶尖骨虫的防御力会下降 随着大钞的超声波攻击 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洞孔 海水直接就爆炸粉碎了 而且大钞非常聪明 不断战斗中 他和秋一二的配合越来越默契 前后夹击左右夹击 吴长老感觉不妙 立刻猛地陷入海水之内 秋一二和大钞也猛地钻入海水中 继续疯狂战斗 顿时海底刀光剑影 无数的岩石 无声无息地断裂 粉碎 两个人都手持着上股战刀 每一刀划过去的时候 都能把周围的海水彻底煮废 五百招 一千招 两千招 终于 吴长老渐渐地落入下方 因为他靠的还是内力 而秋一二不但有内力争取 还有血脉力量 几乎是源源不断的 这使他绝对优势 能够耗死对方 接下来的局面 谁都知道了 再持续五百招左右 吴长老就要输了 他猛地冲上了海面 直接踏浪而行 飞快爆推 放弃战斗 秋一二 有胆子你追过来 前方几百里 就是我浮屠山的舰队 上面至少有几十名 纵士级强者 还有几十名特种武士 不计其数的上股装备 吴长老输给秋一二和大超 固然耻辱 但是一旦生命遇到危险 他还是会放弃荣誉 快速逃跑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大招依旧疯狂地释放着超声波攻击 但是吴长老的武功实在太高了 太敏捷了 全部被闪避了 按照这样下去 吴长老确实能够逃脱 一旦被他逃回舰队 那就完全失去杀他的机会了 甚至只要接近乌绝的那支分舰队 那秋一二和大超都有危险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边飞来了一个小型的甲龙之回 速度非常非常快 直接超脱了两倍音速 每秒七八百米左右 而且还是地空飞行 几乎是贴着海面在飞 等吴长老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很近很近了 哎靠 吴长老猛地要钻住海里 轰的一下 这一阵甲带小型龙之回 猛地爆炸了 依旧是噩梦时的电磁爆弹 瞬间 吴长老的上骨铠甲 陷入了短暂的瘫痪 速度直接慢了下来 几乎定格了 球腰的上骨装备也一样啊 陷入短暂的瘫痪 但是他的速度依旧飞快 因为他的血脉能量太惊人了 都需要上骨铠甲辅助也很快 不过 大超竟然也受到了影响 他的脑子里面的噩梦时装置 也陷入了短暂的停止 失去了很多的信息 但是 他的飞行 他的超声波攻击 完全是他的身体属性 和噩梦时无关 所以 哪怕他脑子陷入了短暂的空白 但是依旧按照惯例继续飞来 空中的超声波攻击 依旧猛地喷手而来 哼 强大的超声波攻击 猛地击中了吴长老 这上骨铠甲真是牛逼啊 啊 就算超声波攻击也击不碎 但是 超声波也拥有强大的穿透力 无法摧毁上骨铠甲 却可以透过去 直接击中吴长老的身体 吴长老感觉到巨大的不妙 立刻凝聚所有内力震气 猛地抵挡可怕的超声波攻击 哼地一下 吴长老的内力和大超的超声波猛地撞击在一起 这股力量也就没那么惊人了 如果在空中的话还能释放出去 但是整个空间都被上骨开甲给封闭了 所以 这股力量直接在内部猛地爆开 噗地一下 吴长老身体仿佛被锯锤砸中了一般 如同稻草一般 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而下一秒钟 秋妖二冲了上来 嗖嗖嗖 他的上骨战刀猛地劈下 疯狂地劈斩 本段几秒钟 劈斩了上百刀 前面有一半都是无效的 因为他的上骨铠甲的能量还没有恢复 但是 后面几刀是有效了 瞬间 吴长老的两只手臂 活生生被切断了 真的如同切豆腐一般 这个噩梦是上骨战刀 是用蓝色蜜金锻造而成的 疲燃的时候 也能释放出惊人的高温 刀刃口上超过上万摄氏度 足够切开大部分物质 吴长老甚至还有一些残层感 还要挥动手臂战刀反抗 但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臂飞走了 然后 他猛地发出一阵阵无比凄厉的惨叫 啊啊啊啊啊啊呀 他是大人物 但也是一个无比惜命的大人物 球腰而上前 上骨战刀猛的一次 就毁掉了吴长老上骨铠甲的噩梦石控制中心 反正到时候可以修复 但是至少这个上骨铠甲 会成为囚禁吴长老的铁棺材 吴长老 你被俘虏了 接着 球腰提着吴长老的身体 如同死狗一般 往着怒潮城狂奔 将这条老狗给俘虏了 顺便还不忘带走他的 被斩断的两只手臂 因为沈浪又有新的计划了 少堂主 要不要去救堂主啊 吴长老最终逃到距离吴绝舰队 还有一百公里左右的地方 所以海面上发生的一切 被舰队的雪雕骑士就给看到了 他们亲眼看到吴长老被斩断了两只手臂 然后如同死狗一般的被抓走 这个雪雕武士当然不敢追击 所以用最快的时间追上了吴绝舰队 询问是否要救人 对于吴绝来说 吴长老不仅仅是他的父亲 还是他的靠山 如果没有他的父亲的话 他还能是否顺利继承县堂之主 继承福吐山长老之位 那都会有变数的 但是现在他手中仅仅只有39名雪雕武士了 还有不超过70名特种武士 当然了 他还有几万名地狱军团 还有一支强大舰队 但是沈浪还有龙之悔呀 谁能够想到 沈浪竟然得到一支这么强大的飞行兽 更加没有想到 那1500枚古虫弹 又对怒朝城进行灭局性的屠杀的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却成为了屠杀自己人的罪魁祸首 超过了80%的雪雕武士 死在自己的古虫弹下 如果不是这些古虫弹 这150名雪雕骑士根本不会覆灭 沈浪那支超级飞行兽就算再强大 也敌不过150只雪雕骑士 之前薛氏家族在南州城是这样的 强大的军队全部死于福吐山的古虫下 这次又是这样 那是不是福吐山古虫和沈浪相克呀 走 全速撤退 不觉猛的咬牙 那边可发现了帝国敏俊王和银巫鹊王子了吗 没有 停止搜救 全部撤退 撤退 可是 没有可是 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空中军团 沈浪还有一只龙之毁 你是想要我们全军覆灭吗 走 随着无觉一声令下 整支舰队继续疯狂地撤退 不去管吴长老 对银巫鹊和敏俊王的搜救 也全部停止了 高空之中 怒超成飞艇发现了 无觉分舰队全速撤退 立刻汇报怒超成 撤退了 跑了 果然符合吴绝的性格呀 不过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不要追击 让他跑 表面上 符头山和银广联军损失了所有空军 银巫鹊生死未捕 吴长老被俘 大延帝国敏君王生死未捕 还其中一支分舰队几乎全军覆灭 那惨得不能再惨了 但是 敌人剩下的这支分舰队 剩下这五万人 依旧非常强大无比 对方只是畏惧他剩下的一支龙之毁而已 沈浪想要追击 不可能的 他的海军舰队肯定追不上 那其次啊 就算追上来 他也只有一艘上古战舰而已 剩下都是普通战舰 所以 这是最好的结果 怒超成 无战事 等无觉舰队全面撤离之后 我们舰队去龙之毁爆炸海域 搜捕幸存者 叫获敌人装备 是 还没有等到沈浪的舰队出发 求妖儿再一次骑着大超出动 前往龙之毁爆炸海域进行大搜捕 他实在是爱上了这种自由翱翔的感觉了 上一次龙之毁的爆炸 沈浪缴获了一艘上古战舰 而这一次啊 海面上整整漂浮着十几艘上古战舰 当然了 几乎都是扭曲的 因为龙之毁大爆炸的时候 他们的表层金属全部被烧红融化了 而且所有的能量控制中心全部瘫痪 但是这十几艘上古战舰超过大半 稍稍修复之后呢 都能继续用 这次浮屠山和英广联军带来了九个能量核心 七个备用能量核心 如今呢 有两个能量核心 因为处于龙之毁爆炸中心 所以直接就爆了 还有一个外壳碎裂 也直接爆了 剩下五个完好无损 静静的漂浮在海面上 保守估计啊 这次沈浪能够缴获十艘上古战舰 五个能量核心 那真是发了大财了呀 还有大批的上古铠甲呢 大批的地狱军团铠甲装备 修复之后也有部分能用 现在看来不止天涯海阁是运输大队长 副主战也是啊 营乌缺还没有死 但是也活得非常痛苦啊 尽管他有上古铠甲的保护 尽管他潜入海水非常及时 但是他的身体还是大面积烧焦了 而且上古铠甲的噩梦石也直接爆了 他几乎用尽最后的意志 爬上了一艘扭曲的上古战舰 在后等待救援 整整等了好久啊 却发不出声音 想要挥动手臂 却如同那钻心一般的疼痛 快来人呐 快来人呐 看着救援舰队越来越近 营乌缺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终于要得救了 只要活下来就好 能够和沈浪继续战斗下去 还有一支分舰队 还有几百名空中骑士 还有两千枚骨虫弹 依旧可以对沈浪的怒潮城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然后他就静静躺在那里 等待着救援舰队的靠近 但是不知道为何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但是啊 不知道为何 救援舰队距离他有几千米的时候啊 竟然又走了 对时他真的要疯了 你们这些混蛋呢 难道就把我扔在这里了吗 我是新前王国的二王子啊 你们竟然把我扔在这里了 他想要站起来怒吼高呼 但是距离几千米呢 这海面上一对漂浮的废船 人家哪里能够发现他呀 而且他现在也几乎完全动弹不得了 又过了一会儿 一只巨大的飞行兽在天空盘旋 营物却又赶紧拼命地挥舞双臂 果然 对方发现了他 直接俯冲而下 这什么飞行兽啊 竟然如此牛拨 仿佛不是浮渡山的呀 一个穿着上古铠甲的武士 从飞行兽上跳了下来 掀开了面罩 露出了球一二绝美的面孔 营物却 不 我不是营物却 营物却站立啊 但是否认有用吗 他的上古铠甲样式非常特殊 在这军队中啊 也是独一无二的 球一二上来 在他后脑上猛地一拍 顿时他直接昏厥了过去 在昏厥之前 他听到了一句话 鹰无缺 你被俘虏了 怒朝城无战时 确实如同沈浪所说的那样 这场大战还没有真正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整个怒朝城的军队显得兴奋 确实有一点失落 他们真的很想要光明正大的打一场 但是可惜他们还不够强大 福都山和银广另外一半舰队撤离之后啊 没有人欢呼胜利 更没有人庆祝典礼 而是默默地拿起来各自的武器 拼命地训练着 而沈浪得到汇报之后 仅仅只是欧的一声 然后继续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内 继续着他重要的事情 在上古广场遗迹的石棺里面 沈浪得到了一个上古王者的卷轴 这卷东西啊 应该非常非常重要 否则也不会跟着那个上古王者陪葬 所以沈浪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研究 但是在那之前必须先记录下来 所以他用X光眼一层一层的扫描 然后存在智脑里面 先不需要解读 不断储存就可以了 沈浪真的没有想到啊 这个卷轴的内容竟然是如此之多 之前还说可能有那几千页内容 但是随着他扫描进行 简直是无穷无尽呢 如今他已经扫描出三万页了 但是依旧没有结束 不仅如此 这个上古王者卷轴 比他之前看过的所有上古典籍都要复杂 甚至复杂的多的多的多 嘴都飘了 沈浪都有点看不大懂啊 可能还需要配合其他上古典籍 才能解读出来 又过了整整几个时辰 沈浪才全部扫描完毕 整整五万三千页 接下来 沈浪尝试着阅读这个上古王者卷轴里面的内容 简直是一阵阵头皮发麻呀 实在是太灰色了 里面完全充满了上古文明的专业术语 天堂庄园内几个孩子嘎嘎笑 完全玩疯了 就连一一宝贝此时也是兴奋的不行啊 因为飞行兽大超已经来到庄园了 在秋月的保护下呀 每一个孩子都尝试着骑着大超飞行 一开始变飞还很担心呢 大超飞得太快会不会把孩子们吓住啊 但是大超太太太聪明了 飞得非常的平稳 甚至比骑马还要舒服多了 哎呀 没有想到竟然有这等灵性的上古兽 宁远县笑着说 而此时沈默小宝宝终于醒了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亲命地盯着几个哥哥姐姐的笑声方向 但是他还是太小了 视力还很弱 看不清楚 岳父 您之前可听说过什么上古之兽吗 宁远县点了点头 嗯 有 不过名词可能会更加高深一些 被称之为上古神兽 一说到上古神兽 却浪不由地想起来朱雀玄武之类的 当然了 或许没有神道朱雀玄武 青龙白虎的级别 但是几大超多势力 包括大眼帝国 都由各自的上古神兽 被称之为镇国之宝 大眼帝国 不是一只传闻有一条龙吗 沈郎点了点头 这个传书他已经不止一次听说过了 眼前这只大超当然厉害 但是却还不够资格成为神兽 浮屠山 天涯海阁 朱天阁 白玉京 都有传闻 有上古神兽 但是这种东西真真假假 如果真的有的话 往往否认 说自己没有 而没有的人 却想办法拼命地让别人以为他们有 这个道理 沈浪已经太懂了 就如同之前 沈浪明明已经没有龙之灰了 却拼命地说自己有 而盈广明明有 却拼命地说自己没有 怒潮城果然无战事啊 但是你接下来的脚步 大概停不下来吧 沈浪点头 确实停不下来 这一次浮屠山和盈广 联军伤亡惨重 两个主帅都落到了沈浪的手中了 如果盈广和浮屠山要和你谈判 用金军交换乌长老和盈乌缺 你怎么办呢 金军等几万人又不在他们手中 还这么交换呢 已经落在我手中的东西 是不可能还回去的 这一次浮屠山和盈广吃了大亏 因为你手中还有一只龙之毁 所以他们大概是不会再来攻打怒潮城了 但是如果新前王国进攻 巫楚越三国 又该如何呀 大元帝国应该非常乐意见到这一幕吧 所以啊 我们不能落入敌人的节奏啊 不能被动地应对 下一场战争已经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了 当时天涯海阁的左刺激流涌退 损失惨重之后果断停战 并且全面地撤出越国 孤注于止 投入万里大荒漠 但是估计盈广和浮屠山 还没有这样的胸怀 天下三分 老大和老三联手老大 哎对 这往往是最正常的局面 那也是最稳定的 但是可惜啊 沈浪和盈广 几乎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或许又要主动进攻了 让敌人进入你的节奏 嗯 岳父您睿智 甚至比您当王的时候还要睿智 哎 我这个月王啊 虽然谈不上是昏君 但也没有那么高明 眼光还行啊 但是意志不够坚定 吃不了苦 心胸也不够宽 不像你啊 表面上看来那是心胸狭窄 实际上是无欲无求 沈浪落子 两个人下的是象棋 水准半斤八两 倒是能够杀得难解难分 接下来 你的目标应该就是心前王国了 应该要造势了吧 嗯 是啊 如果不是局面所迫 我真的不想那么快地把目标 落到心前王国的 毕竟心前王国之后就是浮屠山 然后就是大眼帝国了 那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皇帝陛下 还真是让人头皮发麻呀 别说你了 就算我这个不明事理的人想起这位大眼帝下都有些头皮发麻 吴长老终于醒了过来 然后本能地抬起双手 因为他最后的记忆中双手已经被求妖儿斩断下来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微微地抬起了双手 而且这不是残值感 哎哟 吴长老 您终于醒过来了 我的药用得实在太猛了 甚至为了让您昏睡 我连噩梦食物都用上了 不过您放心 您的双臂缝合手术是我亲自完成的 确保每一根神经都缝合得非常好 而且因为它们斩断下来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 所以神经成活率非常高 很快 您的双手就能恢复正常运动了 甚至连武功都不会受到多大影响 神浪一身白大褂 甚至还戴着口罩 还戴着墨镜 不是 戴着眼镜 哪里像是大前地主啊 根本就是一个大夫啊 他戴着那橡胶手套检查吴长老的风和伤口 没错 怒超成终于成规模地生产出橡胶了 尽管目前用途还不是非常大 哎呀 伤口恢复得非常好 缝合处有一点点红 但是这是正常的 没有明显的肿 那几乎没什么严正反应 我给您用了最好的药 而您本身的体质也很强 吴长老 我确定最多两三个月您就可以痊愈了 吴长老动了动自己双腿 想要知道自己的五公筋脉有没有被切断 结果发现竟然没有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